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人原本是越南人 为了躲避战乱 逃到了柬埔寨洞里萨湖 但战争结束后 越南却不愿意接受这些逃出去的人 他们不仅丢了越南的国籍 再也不能回到祖国 而且更不被柬埔寨承认 最后只能成为生活在水上的黑户 由于不能上岸 这些人都住在一艘小小的船上 他们船上的房屋破烂不堪 四壁透风 平时只能勉强遮住阳光的屋顶 一到下雨天就会漏水 屋里没几件像样的家具就算了 有的人家甚至还没有通电 仍然采用传统的照明方式 在热带地区高温潮湿的气候下 这种生活环境一般人都难以忍受 他们却已经生活了好几代人 经过数代的发展 他们在洞里萨湖上建起了几百个漂浮村庄 每一个村庄都有五百多户人 每一户多则五六口 少则一两人 而来自七号村庄的瓦雷阳家里有三个人 瓦雷阳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 为了生活的温饱 他几乎每天都要外出捕鱼 本来妻子也可以出去工作 但由于他们家住的小船漂浮在水上 一旦遇到风雨就会飘走 因此妻子只能守在船上 全家的重担也就落在丈夫一人身上 瓦雷阳每天天还没亮就出去捕鱼 他划船到空旷的湖面 把挂着锁头的简路鱼网洒出去 和其他的水上人家一样 捕鱼是瓦雷阳一家唯一的谋生方式 但由于渔船非常小 差不多拖了十米左右 瓦雷阳就要掉头说往 做着这样事倍功半的工作 瓦雷阳很难有什么大收获 遇上不好的天气更可能空手而归 捕鱼带来的收获非常不稳定 也就意味着他们一家的生活得不到稳定的保障 从湖里捕来的鱼类 除了食用以外 剩余的则可以拿去向岸边的柬埔寨人换取一些生活用品 比如盐 米 蔬菜 水果等等 但是数量不多 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日常生活 不同于每天捕鱼的瓦雷阳 因为政府保护环境的规定 宋承泰只能从事捕虾 他将可以吸引小虾的海草塞进鱼网 等虾群上钩 他就收起鱼网 把小虾从海草上拍下来 因为捕虾不依靠天气好坏 所以尽管都是小虾 收入却比捕鱼要来的稳定许多 宋承泰一家的情况比较特殊 他和85岁的老母亲相依为命 他们曾经作为难民逃到越南生活过一段时间 然而战乱结束后 老母亲却打算回到洞里萨户 但是在越南长大的宋承泰非常不情愿 因为这就意味着他要和越南的妻子离婚 一番思想斗争后 宋承泰只能选择对母亲妥协 最终他放下了妻子和母亲一起回到了柬埔寨来 两国的历史恩怨导致柬埔寨人对越南人带有偏见 他们把历史上征讨柬埔寨的越南人 和在这片土生土长的越南人后裔混为一坦 所以他们将水上的越南人视作讨厌的外来人 面对这种隔阂 东里萨湖上的越南人非常无奈 因为除了语言不同 他们世世代代都在柬埔寨长大 但却一直被当作外来人 由于这种无形的分界线 水上的越南裔居民不仅生活受限 孩子也无法接受教育 连卫生和健康也成问题 因为没有别的水源 水上居民的洗衣煮饭都在这里 同时他们排泄也在这片湖中完成 可能刚刚排泄完的水还没有被净化 就用于下一顿做饭 可想而知 生活在这样的湖水 很难保证村民的身体健康 而水上村庄没有医院 一旦生病后果沉重 患有肺病的米糖 既不能上岸住院 也不能得到救治 就只能拜托熟人购买岸上的医疗物资 通过吃药继续苟且生活下去 妻子一谈到丈夫的病 眼里就充满了泪水 明明是重病 却得不到更有效的治疗 可是以他们贫困的条件 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同样生病的彭英 也因为村里没有医疗设备 只能在家中打个点滴 进行着最简单的治疗 水上村庄一直以来都没有医院 也没有学校 直到十年前才建起了第一座小学 那时 一位越南商人瓦图来到此地投资 在看到越南同胞悲惨的处境后 他出资为村里建起了一座水上小学 还用募捐筹集来的钱 聘请了五位来自越南的教师 这座小学由三条船组成 分别负责教课 活动和饮食 学生每天都从家里划船来上学 从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 老师教授数学和越南语两门课程 短短五年 学生能够掌握的知识有限 但是年近八十的瓦图 希望这几年的学校生活 可以教会这些水上人家的小孩 更好的做人也更好的生活 相比可以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中国人而言 这些生活在柬埔寨的越南人实在非常可怜 他们连完整的接受基础教育的机会都没有 因为路途太远和语言不通的问题 这些学生不能够到柬埔寨的学校里继续学习 五年的小学可能就是他们一生中唯一的教育经历 由于柬埔寨社会划分清楚的分界线 加上接受教育的程度较低 水上小孩的未来仍然被困在这片洞里萨湖中 没有更多的出路 他们长大以后也只能像自己的父辈一样 在湖中捕捞水产 养活自己和家人 过完属于他们的水上人生 最后迎接死亡 按照越南系俗 水上的越南人在亲人死后都会进行土葬 将逝者的尸骨埋葬在洞里萨湖的岸边 这将是他们一生中唯一一次登上陆地的机会 而这次他们终于可以长留此地了 水上黑湖的生活还在一代又一代的继续 经历战争和屠杀的水上居民渐渐老去 新一辈的居民却更加茫然 他们终生都只能留在洞里萨湖上 虽然他们是越南人的后裔 但他们的现在已经与越南相去甚远 完全成为了生活在一国的贫困户 对于这群贫困的越南人来说 本地人的底数和排斥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否则在这片土生土长的土地上 他们将永远无法获得居住的权利 只能在死后以坟墓的形式留在上面 但这又是一个不可解的事 战争的可悲之处在于 它不仅让一代人流离失所 更让巫术的后代为之付出代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礼策 好 礼策 礼策